青年自主團隊行動的葛瑪蘭獨奏家精彩的音樂演奏 為青年行動以啟購活動拉開序幕 首先開跑的是113年青年自主團隊參與行動爭劍計畫 青年朋友邀集5人以上自主團隊提出自行規劃的行動方案 每個方案至少服務10小時就有機會獲得行動獎勵金最高3萬元 即日起到5月20開放投建申請 預計招募8個團隊 歡迎青年以行動投入社會的參與 人生的過程當中每一段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年青政府希望能夠再借助我們的青年行動 一起購這個活動在5人以上就可以了 就是能夠在5人以上大家這個團體 我們總共希望能夠有8個團體 所以對年青人一年青政府 我們康立的處長勞工處的處長 希望對年青人我們能夠幫忙能夠讓他們像跳板一樣 跳這個屁靈 所以一年青政府對年青人 大家都知道我們希望幫忙年青人 其實我們都很願意聽年青人的想法 所以我們才美林市長上任以後 我們才利用這個青年論壇的部分 來跟所有的青年朋友對談 我們傾聽你們的聲音 把你們的想法 把你們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中入到我們的施工所裡面 或是一些的公共事務裡面 讓我們能夠聽到你的聲音以外 還要納入你們的一些想法 現場林志廟也到場了解青年自主團隊行動 所推動的志願服務工作 並肯定他們利用假日到縣內國中小進行服務 也期許更多青年朋友 能一起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 青年行動 一起GO 宜蘭新聞記者 Live 福星採訪報導